各位好,我是那個核四在地的園鳥訪的製救會總幹事 很開心,畢姓楊,我叫楊木火 事實上我們談一談就是整個核四的一個監督 事實上因為園輪會的不客觀性 所以事實上他所找的一些監督的委員 事實上除了就說立法院南立各推薦委員之外 其他幾乎都是園輪會找的 那園輪會找的人選很多呢 就是說去現場的時候大概就是很少發言的 然後有些人事實上都是不懂核電 然後每次開會事實上是在就是說 也沒有提出具體的監督意見而已 事實上很多啦 那事實上核四安全監督委員自從運作以來 實質上有進行實質監督的 除了就說環保團體的一些建議之外 另外就是那個像過去的林中堯先生 他有實際上去現場去查核 真正去看過 然後去找文獻去把整個設計的資料 去做一個check 或到現場做一個check之外呢 事實上其他的監督委員呢 事實上呢 就是只是三個月一到就去開會 然後也很 然後三個月 就是說一天 像過去是三個月開一次會的時候呢 大概去就是十點到現場 然後呢 現場之後就稍微十分鐘簡介 然後到現場去看一看 然後十二點又好 甚至有一次十二點都已經吃飽了 看完現場吃完便當了 那三個月就是這樣子 這樣如何監督 事實上就是說長期以來就是園農會 就是事實上可能跟台電大家都學合工了 所以大家兄弟罵錢 然後事實上不太願意開放外人去監督 所以這裡面的問題重重 這個是就是說對整個台灣今天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整個這個所謂的公民的監督 這個部分是非常差的 就原能 就是說對我們那個核管單位 這個跟國外美國像NRC 他們那個整個開放那個是 我覺得是一個沒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是 你剛剛提到說這些委員呢 他們可能是在這方面的素養不夠 你剛剛的意思是這樣嗎 不懂 我的意思是說你怎麼樣來說 有怎麼樣的 他不能因為說他沒有說話就說他 因為很簡單 你如果是一個認真的委員 你會去好好研究文獻 好好去看現場 那事實上過去好像沒有 除了你任務先生之外 還有環保團體之外 事實上很多委員都等於是就是 只是來開開會這樣子 那甚至我記得我曾經跟那個 延農會的核管處 張新處長私下建議 所以為什麼像我們在地的延寮緩和之間會 應該邀請我們一位去監督 可是他明白地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是延寮緩和 所以不能進去 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們掛著緩和 但是相對裡面 應該是受災戶 相對裡面有一個很奇怪的 應該是受災戶 他們一定會找一個清大和公的 永和的去當監督委員 永和的可以當監督委員 但是在地的一個所謂的 長期以來在對核四有真的 徹底了解的一個單位 他沒有辦法 他是永遠被排斥的 永遠被排斥 這很奇怪 就是說像以前在 延寮會在謝德志副主委在的時候 還會蠻會接受 就是說我們這些民間的意見 所以那時候你們有進去參加這個 那時候用居民身份進去 他都讓我們去發言 這個謝德志先生講說 我也蠻懷念他的 我也蠻懷念他的 但是呢 後來換了黃慶忠之後講說 常常需要用一些 就是說 用控訴的方式 甚至說 你不讓我發言 我就明天到高檢署告你 這種方式去逼迫他 讓我們發言 像去年12月17號 我們去講說 核四兩個反應爐中間的斷層 然後台電提出來的資料 說只有二十幾公尺 事實上報告是五十到七十 我們要求說 你那個報告要更正 結果他會議紀錄 也不照你的血 那甚至說 我們去現場看到說 牆壁裂了 還有呢 在七七廠房 那個 就是那個 穿牆孔 就是弄的 機器安裝的不正確 然後呢 我們當場 要求拍照 然後台電說會給我們 後來 弄的時候會 呃 原本會 台電就說 有什麼 那個 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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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律不能給 那事實上這裡面就是台電的下報施工 沒有做好 結果都不給我們 所以這個件事情 我可能會到監察院再去控訴他 因為他 呃 3月19號也要再開會 我要 當場要求說 這些事情你要不要處理 不處理我是不是 3月20號就到高潛組去指控他 這個 就是說 涉嫌學術廠商沒有做好 可以這樣子嗎 就是很 就是說 到今天這樣的一個 走到今天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 程度來 那我們的圓農會 還是用這種 非常保守的態度來 面對所謂我們的質疑 我覺得非常不好 請問一下 你有行文給他嗎 因為行文的話 照理公務體系 你陳情啊 他要回復的嗎 有有有 像這個照片呢 是甚至我們 就是說透過陳歐伯立委 來辦公室也找他 圓農會台電來協商 來辦公室 那個地方也協商 來 那那個 事實上 台電說 有核安餘力 可是你去上 圓農會的網站看 去機場嗎 很多設備都公開啊 就放在網站上 可是呢 我們講說你有問題的話 他就不 不給我們照片 因為那裡面確實 因為我本身學工程的 也曾經做過工程 知道那個其實就是沒做好 沒做 或者牆壁列人 這些事情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下面就不給啊 他又用一個核安 就是說有核安餘慮 就是說 他說國外就不會給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是一個很 要不得的事情 現在弄到最後是 和台電原能會 一家親啊 這個是很糟糕 事實上核四 現在的工程裡面 雖然說去年7月30號核四 經濟部的核四安全小組說 已經OK安檢沒問題 再驗證沒問題 那事實上那個問題很大 為什麼 他告訴大家說 120幾個系統 全部又再驗證 可是事實上 你去查所有的資料 事實上有大概 77個 77個程序組沒有再驗證 結果他是公然的 就是騙大家說 全部再驗證 那你怎麼知道 你有什麼證據說 他有77個沒有在 這個在 如果你去查那個 核四安全建築 會議裡面的 會議資料都有啊 如果你好好去認真去研究核四 你就知道 那你這個東西 你都有用 你剛剛說已經找過立委了 那立委不能協助你 講說 因為那個 事實上台電現在 我們跟他調資料 就常常以智慧財產權不變公開 所以現在是很糟糕的事情 甚至在全國能源會議 我也把說 核四為什麼不安全 那核四 人家美國核管會也講說 你有一個 就是說 有一個就是說 一個 數位移控的系統 那個 台電 當初有餘慮 要求他的 技術的 效胞DIS公司 要送到美國核管會去驗證 結果我們也拿出去 美國核管會網站裡面找到說 在2009年的時候 美國核管會有公告說 這個系統要通過美國 核管會的驗證 就是機率非常低 然後舉出來 甚至送給能源局 送給全國能源會議的背景資料 他就把你打掉 什麼叫做打掉 就是不採納 結果我去查 那個背景資料的審查委員 有一個叫潘青 有一個叫做什麼 大家大學教授 然後 潘青 他本身就是學核能 那這些人就主導一切 甚至我看那個會議紀錄裡面 就說 我們提經餘律 他說 主辦單位強烈建議 就是照原來的 那我提議了 我們提議了 就把我們打掉 所以就是說 這裡面是 強烈建議 那他的理由 他有給你們嗎 沒有 就是主辦 那個秘書單位 強烈建議 照原來的不要改 你如果秘書是這樣 其他六位委員 一定 主辦 那個什麼 OK 好 謝謝 那我們再說好了 好 不好意思